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NBA媒体圈的段位 他针对一个角色球员捕风捉意 骗取流量的可能性其实并不大 夏姆斯之所以如此报道 也一定是获得了相对可靠的资讯员 甚至可以大胆猜测 资讯员就来自灰熊管理层内部 但为什么 灰熊会刻意针对一名角色球员 做出如此绝情的决定呢 迪龙又究竟是在哪些方面 触动了管理层的神经底线呢 迪龙真的是罪大恶极 才会被管理层拿来如此这番羞辱吗 还是如坊间所传 他是因为得罪了圈内大佬詹姆斯 才沦落到了如今这般田地 首先 暂且将那些阴谋论的段子 和激烈的情感因素抛开 仅仅从理性角度分析迪龙的球场价值 就不难发现 他已经不再是灰熊重点培养的年轻人了 诚然 在外线球员中 迪龙属于那种身体极为强壮 单兵防守能力不错的类型 可是 仅从数据来看 迪龙本赛季的防守效率并不高 比如 在限制对手命中率方面 他仅仅排在全队第五 他在场的时段 对手每百回合得分109分 这一数字也只排在所有球员的第六位 除了强悍的对抗能力 在协防保护 在一些防守小细节的捕捉上 迪龙能力其实是比较平庸的 迪龙的防守 没有自我标榜的那么出色 偏偏进攻端 他也不安分 本赛季常规赛 他的投篮出手高达13.6次 仅次于外线两大核心 莫兰特和贝恩 但其命中率 却只有惨淡的39.6% 更离谱的是 迪龙场均三分出手达到6次 甚至比莫兰特4.9次还要多 可同样的 他32.6%的命中率 也是无法达标的 比赛中 迪龙有太多进攻回合 剑阅直拳出手不合理的投篮 不同于那些老实芭蕉 执行力满分的3D 迪龙很多时候的进攻选择 是有被主帅詹金斯战术安排的 只是 他的跃拳在那些赢球的夜晚 却被更衣室里盲目的乐观情绪掩盖了 另外 灰熊队内其实并不缺少同位置上的潜力股 事实上在去年夏天 就曾有消息称 孟菲斯已经将迪龙摆上过交易货架 原因是 萨伊威廉姆斯 在去年常规赛后程 恰好迪龙受伤时获得重用 且一度实战效果不错 而去年选秀大会 灰熊又一口气摘下 拉拉维亚和大卫罗迪 两个年轻人 相比扎威 拉拉维亚和罗迪都只有21岁 狄龙27岁的年龄 显然是没有任何培养优势可言了 因此 即便狄龙安分守己 勤勤恳恳 他修赛期续约的概率都并非百分之百 可恰恰他又是那种实财傲物 自以为是 自我定位极其不务实的球员 而这样的性格 也终于导致了他在灰熊如今的尴尬处境 狄龙是不是真的惹错人了呢 或许真的是 乔治在一道访谈节目中就一针见血地说 狄龙不应该只说垃圾话而不进球 他的防守也是看起来凶悍 你惹了一个能够控制比赛的人 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乔治这番话也引发了广泛讨论 乔治所谓的控制比赛的人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是指老詹对于比赛的影响力仍然很高 还是说老詹可以通过某种关系操纵比赛 操纵全联盟 当然了 灰熊不许 不代表狄龙会从NBA消失 其他球队仍然有可能引进这位3D球员 狄龙最大的问题 就是自己的命中率太低了 其实他的防守是挺不错的 考虑到他有刺头属性 是个混不练的狠角色 所以一些冲冠球队 其实挺需要一个这种人 有网友建议狄龙加盟胡仁 原因很简单 胡仁现在没有一个能打架 会闹事的刺头球员 新前来的TT特里斯坦汤普森也不算 比如说胡仁和勇士的系列赛 如果勇士格林真的上来不讲武德使出损招 谁能质疑至他 现在还这么有 但狄龙真能干这脏活 狄龙被灰熊放弃 也有很多人声援狄龙 认为灰熊这个做法不厚道 狄龙不是为了自己去跟詹姆斯对抗的 他知道跟詹姆斯对抗的后果 他知道詹姆斯在这个联盟的人脉关系 但是他还是这么做了 归根结底还不是为了灰熊吗 作为全队唯一没有下赛季合同再生的球员 打击后再这么拼 灰熊现在却这么对他 对得住吗 所以狄龙现在心情也不好 有记者在拉斯维加斯偶遇狄龙 并问他下一步的打算时 狄龙只是低调处理 恢复了三个字 走住桥 We will see 这也是狄龙在赛季结束后首次公开发声 回到视频开头 据夏姆斯透露 当赛季出灰熊想给狄龙续约合同的时候 他竟然狮子大开口 索要了一份2500万美金的年薪 这样的漫天要价 自然不会被孟菲斯高管接受 也让他在管理层心目中的形象大打折扣 后来的赛季 狄龙也没少给灰熊制造负面新闻 他在比赛中用阴招暗算过米切尔 还在各种场合对各类对手极尽讽刺之能事 当然 钱不该万不该 狄龙不该在季后赛开始前 主动挑衅詹姆斯 并放出了只有老瞻得到40分 才能获得我尊敬的狠话 结果 灰熊果然在赛季最后一场球 遭遇40分惨败 而狄龙也因种种愚蠢言论 连累球队与自己一起被绑定在了吃辱柱上 或许 狄龙对詹姆斯的一系列挑衅 并不至于让后者心生怨恨 毕竟 在长达20年的职业生涯中 对于类似的挑衅者 老瞻早就见怪不怪了 可狄龙的狂妄自大 却注定惹恼了灰熊高管 而将赛季末的惨淡出局 和赛季初的虚约背剧联系在一起 狄龙被灰熊无情放弃 也就完全在情理之中了 并且 灰熊如此早地释放出 要换掉狄龙的资讯 也暗含着杀鸡紧猴的意味 毕竟 过去一个赛季 不仅仅是狄龙 核心莫兰特 新科 DayPi小贾伦 杰克逊的自信心 也都在急速膨胀 如果能用打压狄龙的做法 压制对那年轻人的傲气 让他们重新认清现实 重新将专注度投入到球场中 那么对灰熊来 这也算是一件双丢的锦囊妙计了 赛季结束 狄龙成为自由球员 铭记Shamps报道 消息人士透露 灰熊无论如何 都不会与狄龙进行续约 双方对此已经谈过 不过狄龙的经纪人 很快出面反驳 他表示 Shamps就是传播假新闻 和攻击球员的头子 似乎是在否认 灰熊拒绝为狄龙提供合同 但让人疑惑的是 却没有明确指出该问题 所以依然有不少球迷认为 狄龙大概率会离开灰熊 今年夏天加盟其他球队 美媒哈利记者 史安·戴利尼 近日采访了多位联盟高管 让他们就狄龙的未来发表看法 一位匿名高管表示 狄龙在今夏会很抢手 热霍想得到他 甚至会让他打首发 热霍能用球队文化吸引狄龙 凯尔特人也是潜在下家 他们会不会出手 取决于格兰特的未来 太阳正寻找合适的角色球员 狄龙是目标 可以获得首发位置 其实也一样 优秀的侧义 另一位总经理表示 狄龙是独行侠迫切需要的那种球员 作为竞争对手 我很感激灰熊放弃了这样一位 他们不想要的球员 但是狄龙不会就此离开NBA 站在狄龙的角度考虑 他有很多种选择 而站在有意他的球队考虑 狄龙也是一名优秀的球员 他能为球队带来硬度 带来防守 从目前的消息来看 狄龙可以五选一 前代下家都十分不错 差不多都是争贯激烈 至于狄龙的下一份合同 此前有记者报他想要一份 年薪2500万美元的合同 说实话 这个数字有些高了 谈到这个问题 一位匿名高管表示 会有交税的球队 用一份1加1合同 签下狄龙 他们会说 来我这儿 我们有良好的球队文化 你来帮我们营球 恢复自己的声誉 然后明年再回自由市场 这样他下赛季 就能得到一份700万美元左右的合同 你认为狄龙值多少钱呢 再这样